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鹹蛋蒸新豬肉餅 大家看看材料 這是一個無肉的菜式 因為新豬肉不是真的肉 看看這包新豬肉 薄薄的,像豬肉桿一樣大小 平時就放在冰箱裡 在你煮之前的8個小時放到冰箱裡 就可以解凍你用 畫面見到我打開了就是在冰箱解凍完可以煮的狀態 不出來給大家看看 看起來真的好像生的面像豬肉 聞起來就不像豬肉味,像素肉的味道 吃過素的朋友應該知道我講哪種味道 捏上手就黏黏的,有點像肉 但沒有那麼油和有肉的纖維感 我第一次煮,我想領略它的原味 吃完味的最好方法當然是清蒸 好了,蒸好了 大家看到它真的有些肉汁會自己流出來 我試吃的感覺就是,它就是素肉的味道 並不是很新奇的味道 味道上絕對不像珍珠肉 但質地就像一些比較軟的肉餅 它本身也沒有很鹹或者很甜 絕對可以當它正常肉,加些調味進去做菜就可以了 好了,開始做我們的肉餅了 首先拿150克的新豬肉出來 一包有230克,其實也煮到一至兩個菜 好了,先加些調味在新豬肉上 因為新豬肉本身也有鎮味,有些人會形容為膠膠的,素肉味 所以我會加些胡椒粉和紹興酒去搭配這個味道 然後第一隻鹹蛋出來,一半的蛋白就混在肉餅裡 大家看到畫面,那些新豬肉都是比較軟的 看起來都好像一個真的肉餅,不過是比較軟的 平時蒸一些真的豬肉餅會加少許水 但這隻新豬肉就不用再加水了 因為剛才我也試蒸過,它本身也會出水 而且它的質地本身也是偏軟的,不用再加水 然後再加鹹蛋黃在中間,然後再撒少許薑碎在上面 加鹹蛋黃,盡量擦一擦鹹蛋黃的表面,擦走蛋白 那你蒸出來的鹹蛋黃就更加橙黃色 薑碎其實是可以混在肉餅裡的 不過我忘記了,唯有擺麵 好了,煮滾水大火蒸6分鐘就完成了 真的挺像真的肉餅 好了,那為了賣相好一點,我把旁邊的蛋白拉拉倒進碗裡 然後撒少許蔥在上面就完成了 調過味道的新豬肉餅,做出來都挺可嫩的 我有兩個朋友吃了都吃不出是新豬肉 後來告訴他們,他們才說不愧是一個肉餅比平時軟一點 那大家有興趣都可以測試下身邊的朋友家人 看看他們吃不吃得出這些是新豬肉 好了,今集到此為止了,大家喜歡的就請訂閱我頻道吧 拜拜 拜拜